天南地北谈华语 今天我们谈还这个字 还债的还 诶 说到还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我刚才到食堂买了几个包子 拿了包子之后就走了 卖包阿姨从食堂追出来叫住我 我还一脸茫然 然后马上意识到 哎呀 我竟然忘了还钱 你是忘了付钱 付钱还钱一样嘛 都是把钱给人家 怎么会一样 把钱给人家 可以是送给人家 交给人家 也可以是付给对方 还给对方 意思不一样 对呀 送给人家 捐给人家 是自愿给出去 不求回报 交给人家 就是单纯交出去 不明确是因为什么 而把钱交出去 也可能是因为受到嘱托 而把钱给人家 付给对方 还给对方 嗯 付是买东西或服务的时候 把钱付给人家 还钱可以是买 也可以是跟人家借了之后要还 买东西要付钱 那是肯定的 但是买东西还钱 这是我们这里习惯这么说 你如果翻词典 就会看到 还是归还的意思 也就是说 东西本来不属于你 你借了 然后归还 包括借钱 欠了债那得还呢 哦 欠钱还钱 欠债还债 我买包子 买了得付钱 嗯 买东西买服务 买了得付钱 欠下人家的 才要还钱 还债还账 听过还本付息吗 还本付息 哦 比如欠银行钱贷款嘛 之后每个月还贷款 就是还本付息 还给银行的数额中 有一部分是本金 所以还部分本金 另外有一部分是利息 那是付给银行的 算是我跟银行 买了贷款这项服务的钱 所以是还本付息 哎呀 一点就通啊 还除了还钱 当然还可以还书 还其他东西 借了就要还 还也表示返回原来的地方 或恢复原来的状态 譬如还乡就是回乡 还俗是出家人 恢复普通人的身份 还也是回报别人 对自己的行动 那之前你送我手工灶 现在我用包子还礼 好谢谢 幸好我没打过你 不然你还可能还手 打架是不可能的 绊绊嘴倒是有 你说我 我不就还嘴咯 这叫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你怎么对我 我就怎么回敬你 仍然是正式 补养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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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 W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